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十六页 道俗第二行 受菩提记 第四十四 佛在这篇经里面是说明发思不退得计 来劝勉我们 发愿修学这个法门 请看经文 这个经文一开头就很重要 若欲来世 乃至正法灭世 当有众生植住善本 一尘供养 无量度福 有比如来 加为利孤 能得如是 广大法门 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个佛法的形式 实在说一定要有善根 就跟世法是一样的 世界法 一个人在世纪 一生复归 这个四页 学业 成就与否 固然是要靠努力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徐世的善根 在过去 古时候 我们讲帝王的时代 现在所谓的是专制的时代 常常流行在民间一句话 富贵公民是要靠应公 要靠集应得 自己有德行 祖先有应公 那么换一句话说 富贵公民也不是凭自己努力能得到的 但是有应公不努力得不到 没有应公努力也得不到 应公再加上努力 这才能够一帆丰顺 这才能得到 佛法修学成就业和无事 那么古德告诉我们 今生修学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你遇到的缘输胜 你的修学就一帆丰顺 欲缘要不输胜 纵然过去有善根福德 你的应缘没有遇到 谜桃经上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应缘的神必顾 这是讲往生 你不求往生 我们禅宗里面讲开悟 还是善根福德应缘 你要没有应缘 遇不到真正善知识指点 你也开不了我 那么由此可知 语言实实在在讲 事出世间法都站在第一个因素 这是讲我们性情实在讲 它是第一个因素 这一段经文要跟我们说明这个事 佛在此的一开端就指我们现代人 若于来世 来世就不是佛的那个时代 乃至正法灭世 正法灭后啊 这就是相法 佛教传到我们中国来 就是相法时代 佛的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佛的法运是一万两千年 一万两千年之后 这个世界就是灭法 就是没有佛法了 佛法灭了 灭法的世界就是世界没有佛法的时间很长很长 有佛法的时间很短在我们看一万二千年很长啊 但是在整个这个世界里面讲的它是很短暂的 你比如说佛给我们讲 这释迦摩尼佛了 是弦结 第四尊佛 弦结这个结是一个大的长时间 在这个长时间里面 总共有一千尊佛出世 这释迦摩尼佛是第四尊佛 第五尊佛是谁呢 就是弥勒菩萨成佛 弥勒菩萨几时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呢 佛在弥勒《下森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和我们这个世界来算的 大概是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注意想想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释迦摩尼佛的法院才一万二千年 岂不是非常短缺 所以这个世间 有佛故事的时间短 没有佛的这个时间非常非常之长 这是我们要想的 所以人在六道里头轮回 能够得到人生 闻到佛法 实实在在讲 这是稀有的应运 这个应运如果不能够把握住 换一句话说 我们虽然遇到佛法了 遇到佛法了 没有成就 这就是你没有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错过了这个机会 所以虽然在这一生当中极其善根 这个是一定有的 你得到这个利益了 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够超越三界 没有能够断烦恼 没有能够开悟 没有能够开悟 这个断烦恼开悟 那就是成就 我们这一生当中 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成就 这是很可惜的一种事情 佛对于我们的期望 是希望我们遇到这个机会 遇到这个应运了 希望在这个时候就有成就 那么所有一切成就当中 最殊胜的成就 就是往生净土 为什么说往生净土是最殊胜的成就 说再讲我们在前面经文都曾经度过 前面经文告诉我们 奢放世界往生的菩萨 那不是普通人的 不退菩萨了 华严经上所称调 发生大死 绝对不是凡人的 那想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 那么多 这在佛法里面 所谓三转法轮 这个叫做正转 给我们提出这么多的证据 这么多的证据摆在面前 我们再不能相信 再不能接受 这个就是说明 我们善根佛得还没有成熟 虽有没有成熟 就像本经前面所说 阿蛇王子 有五百长者 他们过去身中 曾经供养过 四百亿佛 四百亿佛 这个善根 不足 他还要相当一段长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又看到了 这是对我们讲的 前面是对他方世界 或者对这个世界的 史已经成熟的人说的 就是佛当时那个时候说的 这一段是对我们现在讲的 乃至正法灭世 像法末法时代 当有众生 知诸善本 在这个时代里头 还有没有 根熟的众生呢 有 不但我们现在有 现在这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 末法有一万年了 届时到佛法灭尽的时候 我们底下有一张筋子 为我们说明 整个佛法灭尽的 这一部无量寿经 还要留在世间一百年 为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 还由根熟的众生 根熟的就是 听到这个法门呢 他能够深信不疑 他能够发愿念佛求生进度 所以这就是 所以这就是 当有众生 知诸善本 一臣 一臣供养 无量祝福 这个一臣是 神以过去生中 深深世世 可见得 可见得 这个善根福德的深厚 超过阿赦王子 太多太多了 阿赦王子 是亲自听 听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 还不愿意发心求生进度 释迦牟尼以后 菩萨主思大德 现在轮到我们来讲 人家不相信 那有什么奇怪呢 一点都不奇怪啊 亲自听佛讲 还不相信 还不肯发心 你要问 为什么原因 前面弥勒菩萨问过 佛说了 他善根太少 这个地方我们才晓得 凡是真正能接受 都是过去生中 曾经供养无量祝福 这今在此地 给我们做证明 由彼如来 加为利谷 他为什么 一听到这个法门 他就能身心悲 死心他的业门专修 这个原因 固然是他自己的信心 他自己的善根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 阿弥陀佛 本思释迦牟尼佛 还有社方一切祝佛如来 以take 下方一切 本怨也能研布 我是真正应的佩可 对? 遇到未必得到 从你面前走过 你未必能得到 这个得字很有味道 就像 永明岩寿大使 这个饲料简里所说的 有产有尽土 有字 这个得字跟它那个有字 味道是相同的 你听净土发门了 修净土发门了 你到底有没有净土 有才能往生 没有不能往生 你心里头有没有 这个地方说 你心里头是不是真的得到了 这是一个关键的字 所以真正要得到 要善根 要复得 要祝福如来 加持 要有良好的英语 如是广大发门 就是指启木亮兽 所提倡的 发菩提心意向专念 这个发门 这个发门是 第一熟盛广大的发门 在《禁忌评经》里面 这个意思说得非常之多 说得非常地深刻 摄取受持 但获广大一切致志 与笔法中广大圣洁 获大欢喜 广为他说常要修行 前面这个第一个小段 是给我们说明 末法时期 为什么人会信 会深信不疑 这个原因给我们说出来了 借着佛劝我们修许 摄取受持 这句话 我们遇到这个法门 就得到这个法门之后了 一定要如说修行 这个就是摄取受持 一定要做到如说修行 一定要做到如说修行 也就是 小本《梅桃经》里面 给我们讲的支持 这个支持要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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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所得到的利益 大或广大一切致志 这个智有两个智在此 是说明大乘佛法当中 常讲的二智 根本智 后的智 或者说为实志 全志 这两种智慧 你统统能得到 那我们要问 为什么一心趁民 就能够开智慧 都要知道 这个是这一句 当获广大一切致志 是跟禅宗里面 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 那个境界完全相同 因为这两种智慧情 在大臣教里面 就是原教 初诸菩萨的国位 正念中 智慧情 原教初诸菩萨 别教是初诸菩萨 就登底了 你一定能够获得 那么我们要再问 怎样获得 任远远经 大师志菩萨 原童章里面告诉我们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也是说这种事情 大师志菩萨 那个大师志菩萨教给我们 就是专持名号 他的方法是 都摄六根 尽念相亲 他就是一句佛号 念到底 不假方便 不用其他任何方法 来补助 就是一个痴迷的方法 换句话说 虽然念佛 四种念佛 有观想 有观像 有实相 他这个通通都不用 完全都不用 只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这叫不假方便 一门深入 念到四一心不乱 尽思烦恼自然就断 念到礼一心不乱 那就获得广大一切智慈 就开悟 就明心见信 这个时候可以说 尽心成佛 但是这个佛 主要知道 叫分阵佛 不是究竟佛 这个主要一定要明了 这是分阵佛 那么他有能力 像普门评上所说的三十二一 他有这个能力 这是说 专心 业心 持明 念到礼一心的时候 能得到这样殊胜的功德 礼 与笔法中 广大身体 笔法 是指西方极乐世界 一针 一针壮业 一针壮业 是指阿弥陀佛 从因治果 自行化他 不可思议的功德 你逐渐 你逐渐逐渐呢 明白了 理解了 那么由此可持 如果一切智制没有限期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一针壮严 绝定不能够完全了解 这个境界 大臣经典里面说的很多 西方世界的殊胜 唯一佛与佛方能究竟 等着菩萨 对西方世界状况之理解 也向各路看月 路是路沙了 就各层沙看月亮 还不是真真清楚 真真清楚 把这点障碍的拿掉 这是给我们说明 我们要想了解 但是不能着急 为什么呢 不是凡复能做得到 你要说 为什么凡复做不到 凡复的心不清醒 凡复没有智慧 所以先教你修 这念佛实在讲 就是修定 一心不乱 就是成定 达到相当程度了 定功到相当程度了 心地清净 豁然通达 就开悟了 你就明了这个状况 精益也佛如实 精本展开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读读 提会的意思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每一个人心地 人静的程度不相当 所以 你体会的 这个意境 就不相当 这是说许多人 即使我们自己 一个人 一个人 我们自己念这个经 便便体会 也不相当 原因在哪里呢 真用功的人 心地一天 比一天清净 我今天的心 比昨天又进步了一点 又清净一点了 我今天所体悟的 比昨天又深 比昨天又广 假如我不是真正做功夫 虽然天天在读 天天在研究 心并不清净 你所领悟的 是跟昨天一样 你一生 不在清净心上 用功夫 这个经 你一生 你的境界也相同 这是佛法 不可思议之处 那么这一点 这个事实 是在讲 由我们自己本身 可以能够证实的 所以佛法 没有别的 这个法门讲的 简单 明了 就是叫我们修 清净心 所以修行的原则 都在经体上 清净 平等 觉 我们修的就是这个 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修觉心 觉就不明 那么清净 清净平等 觉 虽然说了三个 是在讲 是一二三 三个一 你只要学到一过 就行了 我心清净 清净哪有不平等 不平等 决定不清净 清净哪有不决 所以这三条的时候 你只要抓到一条 一个得到了 三个通通都居足了 同时都得到了 其实我们在经体的时候 都给诸位报告过 本经上教给我们 这三个原则 是同一切大乘佛法 凡是大乘佛法 无论用什么方法 无论用什么功夫 总离不开这三个原则 是禅宗 禅宗跟我们用的方法不同 手段不一样 禅宗的目的是在开悟 开悟就是觉 禅宗是走的觉门 我们今天念佛 求一心不乱 是走清净心门 禅宗是走确心 我们走清净心 那么一般教下是走正心 就是平等心 平等是正 所以禅宗是走确心门 所以经体上 这三句 涵盖了一切佛法的秀学 离开清净平等觉 给诸位说 决定不是佛法 纵然也断烦恼 也修成定 也吉共雷德 那是仁天法 他的古报在仁天 得仁天佛报 我们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明了啊 那么既然 心地清净 这个清净心起作用 就是智慧 清净心的本身 就叫做根本智 它起作用呢 就叫做厚德智 厚德智是无所不知 根本智是无知 般若经上常说的 般若无知 无所不知 起作用的时候 是无所不知 不起作用的时候 是纯一清净 获大欢喜 这个话是真的 因为什么呢 他从凡夫 尽等 尽到 云教出诸菩萨 别叫出诸菩萨了 出诸菩萨 出诸菩萨叫欢喜的 得大欢喜 得大欢喜 第二诸菩萨 第二诸菩萨 菩萨才真真实 为众生 不请之忧 众生不请 菩萨就去了 不要等人 不要等人请你 不要等人请你 说法了 不请我就去了 当然 菩萨有能力要关机 换说到这个程度 你的智慧开了 对于一切众生 他的根性 你都知道 你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能力 这个众生 生生世世 他的行业 你都了解 都明白 你的说法才契机 换一句话说 他有能力 把你前身 过去身中的 善根引发出来 这叫奇迹 那么你听了之后 会非常欢喜 很容易接受 这叫光为他数 前面是自己 得到的利益 获大欢喜 这是自利 这后面两句是利他 自利利他 常要修行 这个要是喜欢 爱好 修行就是以本经的理论方法 境界修行 他真的生起欢喜心了 真的喜欢以这一部经典来修行 所以辞地加学 是专职本经 专职 法菩提心 一向专念了 这个法 再看底下经文 读善男子 能专专念 能于事法 若以求信求 当求者 借抗善理 那么佛 一开头教的 这都是教着我们 慈地善男子 善女人 我们都在其中 可是诸位 得要记住 前面呢 把这个标准 前提 说在 这个第一行 过去圣中 一层供养 五两祝福 这个善男子 善女人 是指这种人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过去圣中 曾经供养 五两祝福呢 想想自己 对这个法门 信要的程度 就是你相信 跟欢喜的程度 你就能够知道 如果你真的相信 无比的欢喜 那就证明 你确确实实 圣根尘书 你是确确实实 像经上所讲的 一层供养 五两祝福如来 你今天 这种坚定的信心 异常的欢喜 使社方诸佛如来 为神加持 才得到 这个大欢喜 那么这是善男子 善男子善女人 如果从教上说 我们刚才这个说法 是从感应上说的 那是真真善男子善女人 这是一类 第二类呢 从教上讲呢 那就是观经里面讲的三福 从孝顺父母 奉仕四四场 一直到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独送大臣 劝尽心者 这个三福 总共十一句 统统做到了 那也是善男子善女人 这是从教上讲 可是主要知道 教里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 固然是很善 要比起感应来讲呢 还要差一等 为什么呢 那个像那种善根深厚的菩萨 很多啊 我们前面读过 多有菩萨 余闻此经而不能得了 那些菩萨 教下讲的善根 他们去做 换一句话说 遇到这个法门 未必肯信 就像阿善王子这一类的 未必能信 所以感应不可思议 这个学佛 虽然 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 不要求感应 就是不要有心 存心去求感应 那是错误的 因为你存心 有心去求感应 容易上魔的当 魔有神通 你齐心动念 他知道 你有这个欲求 他就变化了欺骗 你就很容易上当 我们没有这个意念 有没有感应 所以感应 一定从真实心中 如法修学 它是自然的感应 不是我们有心去求的 这个感应是正确的 魔不能得其变 魔没有办法扰乱 也没有办法掺杂在其中 这个是正确的 是对的 佛在这里 告诉我们了 善男子相女人 能于释法 这个释法就是指这一部经 信愿持明 往生不退成佛的法门 若以求 你已经在修了 已经修了 信愿求 过去不晓得 我现在才发心 这个当求 当求现在还没发心 但是将来会发心 将来什么时候发心 祝福菩萨都知道 都看得很清楚 借获胜利 一求献求 我们知道 必须得祝福 我护念 为什么呢 一切祝福 护念这个经 护念这个法门 所以我们依照这个经典修学 必须得必须得一切祝福的护念 现在还没发心 现在还不想念佛 求神进度 再过几年 再过几年 他发心 或者再过个几十年之后 他发心了 那么我们要问 祝福现在 护不护念他 护念 现在就护念 借护胜利 现在虽然没有发心 有魔在扰乱 虽有魔在扰乱 他也受魔的干扰 毕竟是由佛菩萨在当中保佑 纵然有扰乱 他过一段时期 他还会觉悟 还会回头 可见得 佛菩萨实在是慈悲 照顾得很周到 这就是与这个法门 又远 与阿弥陀佛 与西方净土又远 这实在是把这个法门的殊胜利益了 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如等应当安住无疑 众主得本 应常修习 食物一致 步入一切种类 正报成就老狱 这几句话 是佛劝告我们的话 如等 就是指我们 应当安住无疑 这个安住是 你要把心 安住在这一步经典上 安住在 信愿 持民 这个方法上 安住在 西方 异正 庄严上 这就对了 决定不要疑惑 我们为什么会有疑惑 疑惑的根源 有二端 第一 是我们的善根福德 没成熟 我们对他欢迎 这是一段 第二 我们对这个四世的真相 没有能充分的认识 所以 我们怀疑 第一个 这是不能勉强的 但是第二章呢 这个怀疑呢 如果我们 欲言殊胜 这个问题解决 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能把西方世界的 这个真相 跟我们讲得 很清楚 很明白 把我们的疑问 统统解除 断以身心 这是欲言出身 所以主要想得 欲言不殊胜 而能往生的 那是凭他的善根福德成熟 想过去 这叫民国初年 地贤老法师 他有一个徒弟 念佛往生的 地贤老法师 是很了不起的人 但是徒弟本身 有障碍 什么障碍 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 做粗活 出生 四十多岁 才出家 学什么 都不行 他完全平安 过去 生中的善根福德 他对老和尚讲的话 是一点都不坏 一教风险 所以老和尚只教他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教个他 你就一直念下去 念累了 你就休息休息 休息好了 你就再念 一直念下去 一定会有好处 什么好处 他也不晓得 老和尚也没告诉他 但是这个人 很了不起 就一直念下去 念了三年 他成功了 三年念的境界 他也没有告诉人 别人也不晓得 但是我们如果根据 根据经典里面所讲的 他必定得 念佛三昧 他有没有开悟 我们不知道 念佛三昧 他一定得到 那么看他往生的样子 就晓得了 他往生的头一天 到城里面去看看他的亲戚朋友 那个生计下呢 那就看看磁行 但是亲戚朋友不知道 他没有说 他也没有说 他第二天走 他不说 去看看这些老朋友 到第二天中午 他就走了 人家是站着走的 没有生病 不生病 自己晓得什么时候走 站着走的 走了之后 还在那儿站三天 等他的师父 地先老和尚 给他办后宿 我们在台湾 确确实实看到 念佛站着往生的 我们看到 在台湾有好几个 这是光复以来 台湾有 坐着走着了 人就更多 但是死了以后 还站三天 没听说过 民国初年的时候 死了以后 还站三天 那这是第一个人 后来也没有第二个 没念过书 一次经也没听过 一部经也没念过 你问他会什么 就是师父教给他 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知道这个 这种人往生 是无量界的 善登佛等 第一行法词 传授给他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是姻缘 他就能死心塌地的相信 一句佛号念三年 他就成就 那么第二个 这都是地牢法师的 亲自建道的 这个不是地牢法师的土地了 哈尔滨基勒斯 谈虚法师建立 道场建成之后 其间一个船界法会 新龙道场 请这个地牢法师 做得界和尚 戒期当中 修无私往生 这个念佛论的 大光法师笔记 记载得很清楚 修无法师 也是不认识的 在家的时候 他做泥水浆 在大陆上那时候 没有念过书的人 很多很多 他也不会念经 他也不懂佛法 出家之后 在常住里面做苦工 也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念了不少年 在全界期间当中 他没有生病 他是坐着坐的 他到戒期帮忙 住了几天 就跟这个 谭老法师高架 他要走了 谭老法师 有修养 有学问 对他这个行为 虽然不满意 也没有说话 定系法师 这是当家师 他就沉不住气了 就责备修无法师 你这个人 太没有长远心了 我们传界不过两个多月 你要走 那么戒期完了之后再走 功德圆满了 才来了十几天 想帮忙吗 怎么就要走了 修武就告诉他 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 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两个老婆人一定 这车呆了 这个不能阻挡了 这是大事不是小事了 他第三天就走了 高架第三天走了 没有生病 坐着走的 走得那么潇洒 那么自在 这是谭虚法师 定系法师 轻言看见的 以后 地形法师 到了戒谈的时候 知道这段事情 对修武是非常赞叹 认为他才真正 没有辜负出家一场 是一个真正修行人的 好榜样 那么由此可知 佛法这段大事 是叫你真正实实 开智慧 不给你讲 视之变从 读多少经论 上台说法 口若玄虎 没用 不能了生死 要真实的功夫 真实的功夫是什么呢 是清净心 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求清净心的方法 我们这个心里 妄想 忧虑 牵挂烦恼 刚刚一动 马上阿弥陀佛 就把它压下去 这叫功夫 绝对不让一个妄想 相须 妄想起来 不怕 古人讲 不怕念起 只怕倔持 什么叫倔持呢 这一句阿弥陀佛 念得太迟了 妄念才动 这一句阿弥陀佛 马上就把它扶住 第一念是妄念 第二念是阿弥陀佛 这就叫功夫得力 心清净了 身就清净了 这是我在讲习当中 常常提醒同修的 也是对诸位同修 真实的供养 真实的利益 心清净 身就清净 身心清净 不病不生 所以人家走的时候 知道什么时候走 站着走 坐着走 不生病 他凭什么 他心里没有咋念 就凭这个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行 胡思乱想太多了 就这一点不如人家 我们对佛法懂得很多 他什么都不懂 实际上他高 我们不如他 我们佛法懂这么多 胡思乱想 佛法也是胡思乱想 这个诸位要知道 你要真正不了解这个道理 你被释迦牟尼佛害死了 其实释迦牟尼佛不害人 是你自己害自己 你不解佛的意思 佛讲得很清楚 叫你对佛法不要执着 不要把佛法放在心上 那就错了 金刚才说得很明白 法上印写 胡宽非法 那个法就是佛法 佛法也要写掉 胡宽不是佛法的 不是佛法 是世界法的 更应当要写掉 那么在禅 是一切都要舍 在禅 是一切都舍掉 只要你留一个阿弥陀佛 这比禅就方便多了 一切戒舍是很不容易 通通舍了 还留一个 这个就方便多了 所以这个法门殊胜在此地 用因念指一切妄念 这是本经教给我们的方法 正因为我们的妄念 断不了 所以才教你度经 依照经典的一些教训来修行 这是什么呢 这是第二等的众生 第三等的众生 读得不用这个方法 叫你断卧修善了 像修无私 像这个地贤法师 这个战者王生的土地 那是上上根 他们不要多经 不要用这个方法 他一举佛号就行 所有一切妄想执着 全部都被这一句佛号 给它化解掉 那种人才叫上上根人 我们是在讲中下根人 不是上上根人 所以他们的成就 殊胜了 不可思议 我们今天对这个事实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那么想想 我们要不想 想不想当上上根人呢 想当上上根人 不难 也学他那个样子 一天到晚 一举佛号 什么都学期 他三年能成 我们三年决定也能成 三年不能成 是你还是不肯放下了 那个病根在此地 佛的理论方法没有错 错在我们自己 不肯完全接受 不肯一教奉行 故事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能不能 从今而后呢 安住无疑呢 这一句就决定 我们这一生的 能不能往生 果然能够安住无疑 众诸善本 这个善本就是 致持名号 一天到晚 心不利念 念不利福了 硬常休息 事物一致 一是怀疑 致是止住 不能前进 这就是章爱 不如一切 种类珍宝 成就老月 珍宝成就老月 是止 欲界色界诸天 天上相复啊 寿命长 佛报大了 一切物质精神 享受 都是自然的 为什么叫做老月呢 不能出三界 佛想尽了 还要堕落 所以佛把三界 说 称为老月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 警告我们 不要求 不要求 生天的国宝 事法里头 有许多法门 目的都在身体 除了佛教之外 可以说 世间所有的宗教 它的最后目标啊 都是在天堂 天 有很多种类 不可以含糊笼统 只说一个天堂 那是错误的 那么知道 有很多种类的 印度的佛教 知道 这个不是印度的佛教 印度许多的宗教 他们知道 那么像西方 像基督教 天主教 这个 伊斯兰教 他们还不知道 天有很多的天 还不知道 他们认为天只有一个 上帝只为 只有一个 是唯一的真神 不知道 天有二十六层 每一层里头都很多 印度人知道 印度宗教 为什么知道呢 印度宗教 修陈定 陈定 宫 深了 他就见到 定中能看到 这个境界 所以他知道 所以印度 许多宗教 对于六道 轮回的状况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的 很清楚 那么你要问 为什么知道 通通 修陈定 有些陈定 能够达到 四空天 这个不能不佩服 这个不能不佩服 连释迦牟尼佛 都佩服他们 他知道六道 他知道六道的状况 知道其当然 不知道其所以然 六道心 他都知道 他都晓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会有六道 他不知道 那这就不是定功了 这个要属于智慧了 他知道定 定没有开智慧 定要开了智慧了 那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 就完全明白了 为什么会有六道 六道从哪来的 如何解决 这六道的问题 那都知道 可是从定 开智慧 那要相当长的时间 念阿罗汉 阿罗汉的定功 比这个世间四禅八定 要深得多 所以阿罗汉所证的这个定 叫九次的定 就是第九定 出了三界 有能力出三界 但是智慧没有开 你要问阿罗汉 三界里面 所以然的道理 阿罗汉也答不出来 你问他这里面 四十的真相 轮回的状况 他能够解释得很清楚 你问他 为什么会有这些 他就不知道了 那需要智慧 所以这个 这个欲界 色界 祝天 这就好比是 一切种类 珍宝 老月 生到那里去了 绝定不究竟 佛法的修学 丝毫都不能够偏差 佛在此地提出这一句的警告 现在讲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学佛要不求生净土 就必然的天赋 一定身体 一定啊 落到这个 一切种类珍宝 老月去了 因为你一生修行 行善 行善 极功雷德 当然的天上的国宝 如果心地再有相当清净 那这个天 逐渐就往上提升 向天赋去 所以这一句话 我们要牢牢记住 要避免 这个过时 就一定决心求生净土 阿异多 如是等类 大为得觉 能生佛法 广大一门 由于此法不听文故 由一一菩萨退转 摩洛多罗三百三菩提 那么这一段话 佛又特别教着 米勒菩萨的名字 阿异多是米勒菩萨名字 教着他的名字 是提醒他 底下的话 非常重要 是叫他注意心 如是等类大为得着 这是指哪些人呢 黎老师 有个小柱 住在旁边 大家一看就很清楚 对于这个法门 不怀疑 不退转的人 对这个法门 深信不疑 求生的愿望 绝对不改变 支持佛号 绝无退转 这种人呢 就是佛所称赞的 大为得人 这个大为得 本来是称赞大菩萨的 我们这些人 佛都称大为得了 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呢 不过分 为什么不过分呢 过几年 你就往生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那你就是 像这个经上所讲的 是七地以上的菩萨了 现在称赞你 怎么会过分 不过分 真的是大为得这样 所以这个称呼 等于佛给我们授记 而且很快你就得到 不同修学其他法门 修学其他法门 佛在大臣经上常讲 要到这个地位 要修两个二生气节 那当然佛要现在成立 称呼太早了一点 修进宗法门 那就是不久你就得到 因为你这一生当中 必然得到 这个称呼啊 就是当然 能生佛法 广大一门 这两句话 就是指净土法门 那你能得到净土法门呢 净土法门是 这个广大的一门 广大是将佛法 这个大臣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而净土是 无量大臣法门里面的 特别法门 这个意就是特别了 古德称为 叫门与大道 门是法门 无量无边法门 于是意外的 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 一条特别成佛的大道 所以此地称为 佛法广大一门 可使而论呢 就是这部经典 无量寿金 你真正得到了 不是你得到这个金本 你心里头真有无量寿金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无量寿金 你在除世代人 就无有无量寿金 那你是真正得到了 真正得到 这个人就是大 唯一得着 这是世尊对你的赞叹 第一下说呢 那你要是得不到呢 得不到就是下面了 由于此话不听文故 这将不是别人 是九界众生里面的菩萨 不是凡人的菩萨的菩萨前面受过了 菩萨修行的功夫道理智慧神通 我们比不上他 为什么他们听不到这个金 遇不到这个法门呢 他过去生中没有供养 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我们在累积修行功夫上比不上他 但是我们累积的善根福德 他不如我 这是念安装事情啊 他能够当菩萨 使他遇到佛法之后 他勇猛精进的 他断了见识烦恼成了菩萨 我们生生世世学佛 没断烦恼 所以还当反复啊 我修的时间比他久啊 这是他没有缘分 遇到这个法门 没有缘分遇到这个法门 他就会退转 佛在经典里面常常告诉我们 菩萨要到什么地位才不退转呢 到八地 八地叫不动地 这个时候不退转 七地以前还会退转 那么当然 此地所讲的一一菩萨 一定是七地以前的菩萨 这个不包括八地菩萨 八地菩萨不退转 难啊 相当不容易啊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对这个法门能够信受奉行 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强烈的愿望 异心异意 专念阿弥陀佛 超过这些菩萨 太多太多了 怎么超过的 第一个是 无量皆来的善根佛德 这是自己 深深世世 极功为德 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 现在得 受方一切祝福如来 明明当中加持 我们才能够 得胜佛法 广大一门 我们才能得净土法门 才能够 信心 生活 与 经验相应 相应就是得 不相应就是没得 后面这一句话 是凡于音译的 欧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一个名词 是佛法修学的 目标 如果神学 你学佛 你佛法的 修学佛法的 目的何在 我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要是得到了 那你就成佛了 没有得到 没有得到 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时候 你叫菩萨 菩萨求 欧六多罗三百三菩提 还没有得到 真正得到了 就成佛了 这句话 翻成中国意思 是无上正等正觉 阿算做吴 我们阿弥陀佛也是的 阿算做吴 弥陀翻叫量 佛翻叫觉 无量觉 释迦牟尼佛是从他含义里面翻成 无量寿 无量光 光与寿都是无量之中的一种 六度罗翻作上 三翻作正 苗翻作胆 菩提翻作觉 所以整个这一句翻作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我们学佛人希望达到的目标 我们就是学的这个 无上正等正觉 也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如果要是分的话 第一个阶段 三菩提 第二个阶段 三描三菩提 第三个阶段是摩勒多罗三描三菩提 这个三菩提就是正觉 这是佛法修学第一个阶段 正觉 如果你真正得到正觉了 在佛法里面你就得到一个学位 这个学位称阿罗汉 你已经正得摩罗汉过了 摩罗汉是正觉 好像我们学校念书一样 有学思 硕士 博士 学位的明天 菩萨 佛 罗汉都是学位的称呼 最低的是摩罗汉 他得的是正觉 第二个是菩萨 菩萨得的是正等正觉 最高的是佛 佛在上加个无上 无上正等正觉 这普通常识我们要知道 学佛 学什么 求什么 我求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要跟普通人讲 他不懂 你要解释吗 还得解释半天 他听了还未必能够理解 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讲 大家一听就明了 那怎么讲法呢 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这个话大家听了 很容易懂 很容易接受 佛法所求的 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智慧到达究竟圆满 他换一句话说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才究竟圆满呢 这是学佛人所求的 他不求别的 唯有智慧才能解决 一切 世间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六道生死的问题 没有智慧不能解决 有智慧就解决了 有能力就解决了 所以佛法所追求的 是真实的智慧 圆满的智慧 那么佛经 经典很多 经典里面所讲的 无论是一部经 是一切经 跟我们所说的 无非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主要知道 如果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怎么能说得出来呀 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 人生是我们本人 仔细想想 佛教与我们的关系 太密切了 他就是告诉我们 自己跟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 佛法就是这么一门学问 所以比较世间 任何学术 谈到切身关系 没有比佛法更真切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有请接着 听节目 第三道 东 Quarter 感谢观看